港人港地早前報道踢爆美國白人男子Brian Kent 假扮華裔港人江崇間 在網上發布黑暴資訊事件又新進展 江崇間詹文成應用的是筆名 Twitter的個人簡介已經改為香港人鬼佬 正式承認他並非華裔人士 有份在網上披露江崇間身份的資深傳媒人 Louis Fattachi 與Kent隔空對質 揭發Kent 方華連篇 自相矛盾 江崇間被踢爆在虛構人物後 繼續發表文章 指從來沒有堅稱自己是華人 批評放間以Twitter的華人頭章質疑其身份的做法 Fattachi 指出他的文章仍然署名江崇間 而江崇間亦曾經自稱是本地人 在香港獨定溫政府學校 事件不是單純不明的問題 而是使用虛假身份 香港人必須警惕 港人港地早前已踢爆江崇間的真正身份 是美國白人男子Brian Ken 去年627包圍律政中心黑暴現場 港人港地目擊他指罵兩名警察 態度極度惡劣 亦有傳媒拍到他 指導示威者將鐵馬紮成三角形路障 被指是楊子輝 而Ken過去五年 經常以所謂香港著名權威反中國人士的身份 接受英國衛報、美國CNN、紐約時報等歐美媒體訪問 Vitaci 指出數以百萬計的讀者觀眾被蒙騙 但相關的報導從來沒有撤回、澄清或道歉 做法有問題 而Ken 辯稱使用不命江崇間是為了保護自己 避免他與街人面臨威脅或被刺傷等等 不過Vitaci 認為事件十分諷刺 不明白為何Ken 無就所謂言之作作的威脅報警 甚至向美國領事館求助 如果Ken 口口聲聲要以不命保護身份 為何偏偏走到示威的前線 在鏡頭前告叫我是暴力示威者 而Ken 稱自己在港區國安法落實之前 已經離開了自己心愛的香港 他是不是早已預料真正身份敗佬? 不少評論認為核暴運動 是美國在香港擦動的顏色革命 隨著楊子輝身份曝光 能否解開部分謎團呢?